而我们继续要看到这个话题还在延烧 那么就是大陆禁止进口我国的多项的食品水产品 还有酒水等等的 现在还是陷入一个僵局 那么卫福部食药署昨天就公布的这个最新统计 通过注册登录的产品855件当中 大多都是厂商自行注册的 食药署推荐注册的反而是减少了11件 仅仅只有31件过关 好 食药署啊 吴秀梅他就指出说 虽然昨天没有新增的产品遭进 但是我方跟大陆联系的这个窗口呢 目前还是被已读不回 但现在当然大家也就在质疑了 政府协助的注册是没利吗 对此卫福部长薛瑞元他就说 都是食药署来协助送件 好 吴秀梅他现在也说了 的确了大陆是有要求 业者需要缴交产品的配方跟比例 好 这也是很多厂商事后他们不愿意补件 打退唐谷进军对岸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对此新北市的高炳商业同业工会的理事长 黃理事长他就说了 好 这个制程啊或者是一些配方等等的被公开就要求是 很像是机密被公开是太扯了 好 对这样的说法认为是太扯了 那么侯汉廷他就质疑了好 目前呢其实合格的700多家当中 包括了喜美魏丹跟马祖酒厂等等 难道这些厂商他们真的都有交出商业 机密才有办法过关吗 他也提出了另外一个疑点就说呢好 食药署就说呢有跟这个日本一样辅导措施一样公开资讯有透明吗 另外他也提到了加德事件说这个声明之后就没有再提到说要要求交出配方了 另外他也说到说这个绿营他们说呢去年真的是有协助业者填表格 但是呢如果表格里头真的有窃取机密的话 为什么去年没有抗议等到今年才抗议 好 到底是真的是有机密这件事情还是真的是要大家流出他们所谓的配方这件事情 还是根本就是没有这件事情现在他也在质疑了 好 不过呢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被发现说呢 大陆现在进口新规当中这四类其实他们是不需要缴交所谓的原料或者是配方表的 包括了这一次也在禁令当中的水产品还有乳品跟未烘焙过的咖啡豆还有风产品等等 但看到这里不觉得很奇怪吗 好 既然这个水产品不需要缴交原料跟配方配比这些细项 那为什么我们的五载鱼由于这些水产品还是被禁止输入呢 这其中到底是做错了什么事情或者可以这样解读就是政府在这长达两年的时间 到底有没有在辅导业者 到底有没有告诉业者这个新的游戏规则或者是政府有没有做好所谓的风险控管呢 好 看来好像是没有 前立委蔡正元他就说了其实呢日本政府他们都有把大陆的这些新规定翻译成日文 那么从去年就开始一步步的来辅导业者辅导厂商来填报 但是经济部回应说这个态度呢我们看起来好像都是一样的 是说好 根本就是大陆对台湾的不公平贸易啦 应该要指责的是外人不是要指责这些受害者 其他国家他们的期限都是到2023年的6月 只有台湾的期限是在今年的6月30号时间上来说 好 经济部说呢这个太被压缩了 所以可能也是导致整个没有办法真的如此的在这个表格上头做好一些填写完善 所以才导致这些商品后来被禁止他们认为是这样的状况 好 食药署昨天也另外公布了有一些大陆的东西是不合格的 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产品包括了像是调味盒跟茉莉花还有白萝卜都说是有农药残留 但是呢现在呢大家也在怀疑说这个时间点好像有一点点巧合耶 会不会其实是台湾当局的一个反制措施吗 好 现在呢前台大农金系的这个教授徐世勋他也提到说 其实世贸的立会上头提出的所谓特定贸易关切早就没有实质上的作用了 他认为说其实这也就是大家为什么要这么的关注ECFA这样的措施是值得珍惜的 还说呢其实现在抗中宝台这个套路真的非常的糟糕 财经专家黄世聪也说了他们现在发现的是呢 这个渔业署长张志胜其实他本身是农艺系的专业 好 这当然也引发了一些批评说农艺系的专业 那你真的会了解农鱼产品吗 好 当然黄世聪他就说了其实呢渔业署长还是要了解渔业吧 包括了养殖跟之后的出口都应该要去了解 可是呢农艺专家真的会了解吗 也会让人家觉得说这绿营呢 是不是其实在官位上头都是在酬庸呢 当然他也提出了这样的指引 好 我们持续看到的是现在呢 其实日本政府呢早在去年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开始辅导厂商了 北市议员李明贤他就通批说过去两年来 我们政府到底在做什么呢 第一个大陆真的给你刁难 说你迦德就是卖的很好 你就是全世界独家秘方 我要要求你交出来 这个全民可以去声援迦德 如果是真的是这样子的话 明天开始大家 全台北市民去迦德那边排队 当然迦德很难买 迦德本来这时候都会排队了 可是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 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要求 大陆都要求每一个都是这样注册的话 那迦德的讲法 不是坐实的跟绿营一样政治操作 我当做抗中保台的急先锋吗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后者 因为对日本也是这样子 对其他国家也是这样子 那台湾也有很多厂商是注册成功的 那为什么就迦德这些 这些部分的厂商在跳出来 我觉得这一个是不是他们自己过度解读了 那第二个 我退一万步讲 很多国家包括日本 其实从一两年前 开始都有做相关的营营配套 甚至也有跟大陆协商说 你要要求我注册的项目那么多 可不可以在限缩里面 那后来经过协商之后 甚至包括日本去年开始 包括农水产品 他们开始也成立了网站 他们是依照标准的注册 跟大陆协商补导注册 那过去两年来 政府到底做了什么 民党政府到底做了什么 你除了抗中保台之外 除了选举 除了补选之外 你有没有辅导这些业者去注册 显然看不到真正的作为啊 结果现在加德被刁难了 疫美被刁难了 这些食品业者现在变成说民党抗中 保台的指标 哦 你这很厉害 你们这真的爱台湾 可是真的是这样子吗 还有很多合法照标准注册 成功的一个厂商啊 那这些厂商怎么不挑出来讲 你民党政府怎么不把这些厂商拿出来讲 台湾的多项产品为注册问题 外销大陆受阻 包括了有水产品跟食品 还有酒水等等 严重冲击到的是业者的生计 台中市高炳商业同业工会的理事长蔡万才 他就提到说以外销的比例来讲 大陆的占比是超过了五成 其实冲击真的是非常的大 而在台中有高炳业者就表示说 这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内销市场的冲击也很大 大陆自由客瑞减真的很希望两岸可以赶快恢复友善的交流 也希望小三通可以赶快通行刺激经济 如果以出口比例来看大陆有没有五成啊 超过啦 超过 一定超过 其实我们很多大的 有几个大的厂商都一直在出口到大陆去 那外销的人会不会走到内销市场 目前慢慢他们都会 慢慢都会 充益性比较小 那我们大家都是鼓励到往东南亚 往美国线往欧洲线 因为欧洲线大家可以开发嘛 过去在台中市来讲 我们都有市政府带领我们到 那个东南亚美国啊 去做推广 过去 因为疫情期间 目前停下来了嘛 那希望中央也能够 提供这种资讯给我们 带领我们出去 这我们在 这个事情都缓运到全国的高炳公文去了 那也跟 经济部他们也有联络过 这三四年来的这个疫情啊 事实上对我们台中高炳贵 各行各业都一样 呃 就是说冲击蛮大的 我是还是希望说 两岸能够早点那个 那个通行啊 不不不就是那个 小三通啊 还大三通啊 也通啊 好像促进两岸的人民啊 还有这个国 这个平时间的 经济交流 更熟 恢复到以前这样子 他要我们的成分 要我们什么东西 那个其实那 最在我 我讲是在食品界啊 那不是问题 对 那是手法 是很多 说到人家为什么请 请老师傅 那个价格特别高 为什么新 那个新学徒 为什么价格特别低 就是手法嘛 师傅 师傅 刚才我们那个师傅也讲过 人家这个很多经 很多经验值 才是价值的地方嘛 对 他说他要求那个东西 我自己我个人是 咱们那个大陆 这边要求我是觉得是 大陆要求的是对的 我做太阳饼 只有放六种东西 他们有人放七项东西 七项为什么不能写 为什么不能写出来 好像刚才我们师傅跟讲 这里面放糖 放什么东西 通通都告诉你 小姐 你拿个擀饼棍 擀一下 看你擀得出来 那个皮吗 那就是技巧嘛 对吧 说说 讲真的 我是认为是有点冤枉 只有我们冤枉大哭 好 我们的益力会降低 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这真的是不止脾气差 皮肤也会变差 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 叫做梦梦水 独家的配方呢 可以启动入睡的关键 怎么买呢 来QR Code快点购 扫一下